那余天天都在上演顶流之针 要不就是喷子顶流 其目的应验了那句 司马昭之星路人皆知 于是不管是心境小生还是成年老蛋 无意例外拿肖战对标 从外形、气质、商务、作品 甚至和作女演员都要横数列表 来个全方位效仿 结果在我看来是意料之中 对于那些人或许是自取欺辱吧 有一句俗的不能再俗的话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是的 肖战持续断层顶流多年 已经毫无悬念 可是谁又能真正做到 如他一般的顶流效应呢 一开始 对很多喜欢拿肖战对标的纸黑们 心生厌恶 对喜欢效仿肖战的某些艺人 心生不屑 久而久之 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定律 越是这样 就越来越多人考古肖战 也越来越多人喜欢上肖战 这是不是赛温之马 焉之飞福呢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一身吧 就现原型 不是夜店宿醉 就是耳钉纹身 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男女关系 而肖战越考古却越跟正苗红 温馨的小康之家 父母恩爱三观正 不是中学时期参加绘画比赛的获奖证书 就是大学时期参加文艺绘演的精彩视频 总之一个妥妥的有为正能量青年 让人仿佛发现了宝藏 是的 经历了数字事件后 近两年多只黑们倾尽全力 绝地三尺的深挖 都没能挖出一星半点儿的黑料 肖战还有什么可怕的 不 是因为没有黑料 所以深圳不怕影子鞋啊 所以 今天也不想废话那么多 让东师们放马过来吧 你们只能模仿肖战 却永远无法成为肖战 也让那些只黑们自导自演的卓越戏码继续上演吧 你们只能让更多人发现肖战 喜欢上肖战 作为每天安利肖战的我呢 甜甜游戏看 很好 很好啊 肖战 我只能让你得到 对 dan 素敏 不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